今天秦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有请他上场 有请 你好 秦先生 请坐 先跟大家说一下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也非常简单 就是跟我的老婆重新的复合 和好如初 跟以前一样的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好好带着孩子 共同奋斗 那我们来说说看你的具体的事情情况 妻子是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就是我在外出打工的时间呢 他就说家里边待着很烦 然后就想出去走走见见自己的朋友 他这个朋友呢 我也认识是我同事 他们也有过一段感情 说实在的 我是比较反对的 也比较吃醋的 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 最后呢 他还是去了 玩了两天嘛 然后我一直就催着他回去带孩子 然后他就回去了 人回去了 心是没回去 家里边就觉得待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人在心不在 就这么个 刚才小片里面 你说到妻子的一些举动 让你很不放心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妻子有怀疑的 这个从结婚开始 我就一直就怀疑这个事情 既然秦先生结婚开始 就怀疑王女士 那他为什么没有断然结束这段婚姻呢 王女士真的像秦先生所说的那样 背叛家庭吗 还是他有着难言的苦衷 而秦先生又有什么依据 证明王女士对自己不忠 我觉得夫妻之间吧 我是空间肯定是会给的 但是他这个接电话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 聊口口什么的 一概都不让我知道 还总是这种躲躲藏藏的 你就是心里没鬼 你这样做我也觉得是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某一个事件 让你确定妻子心里头 其实还是有别的男人的 有一次我就翻看了他手机内容 因为我一直就想看他短信 所以我心里边就特别的痛 短信内容是什么 这个男人呢 在信中说到就说 你好好在那边待着 不要跟他吵不要落 就是稳住他 等我有钱了 把这彩礼还给人家秦永强 必定来说人家也是无辜的 你先不要这样再落下去了 你当时看了这条短信 对妻子充满了怀疑 对 你有没有找他聊一聊 没有 我只让他明白 我看过短信的内容 希望他能够自己有个自我认识 反省 自我反省 我不希望争争吵吵的 生活中他对你亲密吗 如果说没有这个男人的话 我想还是可以的 这个男人究竟是谁 他与王女士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女士与秦先生的结合 是否是这个男人一手策划的 难道秦先生只是王女士 和这个男人的一枚棋子吗